畫面中先是注意到鮮豔的色彩 再細細觀看人物線條刻畫 出人意表的空間張力和想像空間 加上節奏緊湊動中有盡的技巧 每一幅作品都充現展現出 泥朝龍幾十年的版畫功力 16歲的時候 就已經得到了中部美展的這個 各位可能看了這麼多的作品 那麼大概你們會覺得說 漢畫的造詣和油畫的造詣 獨具特色都是非常精湛的 一個藝術的呈現 但是最早的時候其實是油畫 那麼得到特有 後來連續四年中部美展 大概都是第一名 這個在十幾歲的這個時候 那麼所以到現在有一家子畫 肯定國內知名版畫大師泥朝龍 包含油畫版畫創作的藝術成就 港區書中心特別辦理回顧與展望 2010泥朝龍油畫版畫展 在藝術創作超過一甲子時間的泥朝龍 除了創作費工繁索的木科版畫 也致力推動藝術文化 為美術教育扎根 一直不斷地自己在創作以外 在教學 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在推廣 從會員 從幹事 理事長 在回顧再擔任理事長 可以說是發揮相當多的時間 尼朝龍多年來獲得國內外大獎無數 這次一共展出120件各時期作品 至幾日起到22號 民眾可以從作品中發現流暢 與充滿豐沛生命力的特性 和中部美術發展史上輝煌的一頁 記者總部歡迎台政好報導 這次一次